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把我毕生的经历都花在研究凝胶指甲上面了 但是我也知道 凝胶指甲需要一定的基础 那每个人家里面不见得一定都会准备很多专业的材料 所以呢 今天我就是要特别来挑战 用随手可得的指甲油 和家里面现成的非专业道具 来完成一款圣诞节的指甲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使用的产品 那我今天使用的产品价格都很便宜 可为小子舞孩的福音啊 我手上这根VC指甲油 它7毫升 然后140元台币 用一次的成本顶多就15元而已吧 可能还太多了呢 选用酒红色指甲油的原因是 这是对我们亚洲人皮肤来说 最显摆最安全的颜色了 只要你颜色配对的话 你的美甲的质感就可以大大提升 这一关是integrate的小制裁 这一关又更绝了 因为我是在驱城市奇迹者的时候入手的 所以等于说这一关就有77元台币 那它的容量是4毫升 所以我推估用一次的成本顶多只10块钱而已吧 哈哈这一罐不用钱 因为这是我姐姐送我的 然后这两罐OPI的贝斯和TAPR 是我800年前考二级美甲师的时候买的 已经放了很久了啦 反正一直在身边 我都不知道这个该不该算成本了 那估起来就算总共20块好了吧 就有10块10块样子 这个是化妆用的海绵 不过就是一包39元的大创货而已 我就算它成本5元好了 这个美甲饰品也是来自于大创 一份是49元台币 那我们今天会用到一半 所以它的成本大概就是25元吧 最后是这一支小竹签 这种竹签是以赤岩素肌的时候 一定会拿到的东西 所以它的成本根本就是0元啦 好那我们材料就介绍完毕了 现在进入操作的时间 我这支手有戴手套 是因为我这支的造型已经先做好了 但指甲又是那种 你一旦弄脏就会不去的东西 所以为了保护它 我就戴着手套咯 画面上我的指甲形状已经修好了 那如果同学们自己要开始修指甲的话 我建议你修圆弧形 因为这是最不容易被看出 你修的好不好的形状 再来如果你的指甲周围 有脱皮或者是肉刺的话 记得要把它们都修掉哦 因为那个会让你的指甲看起来很粗糙 在擦指甲油之前 一定要先确认指甲油的状态 首先就是它的浓稠度 太浓的话我们就要加息示意 或是买一瓶新的 再来我们打开指甲油 要确认瓶口 是不是有残留很多干掉的指甲油 如果有这些残留物的话 记得一定要把它擦干净 用去光水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开始上TOP 取指甲油的话 这样沾一次 刮掉其中一侧 然后从中间开始第一笔 下去之后往上推一点 再拉下来 然后把另外两边也拉好 不要忘了前面要包边 我们在擦完这层之后 可以先用吹风机吹一下 记得先冷风再热风 这样子甲油才会干得比较快 这支的造型是圆形法式 没有办法涂得很完美也没关系 反正我们后面都还有方法可以补救 但是一定要记得也是要包边 画上面这种镂框的造型 它最大的好处是 因为我们一般人在画靠近甲油这个地方 通常都不会很完美 那偏偏这个地方 就是最容易被人家发现你的纸油涂得好不好 或者是专不专业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索性就把这个地方留空白 直接逃避掉 逃避虽可耻但却有用 接下来我们在圆壶的周围 加上白色的点点 所以我刚刚才说 涂得不够完美没关系 反正我们还能补救 第二个造型 我们拿出白色的指甲油涂在海绵上面 这个造型要拍间层 所以我们第一层不能太饱和 先在卫生纸上面压掉多余的指甲油 大概在假面1 2分之1左右的地方拍上去 勤拍就好了 粘到纸肉没关系 我们最后再来处理 再拍第二层上去 第二层的高度大概是刚刚的3分之2左右 接着我们在干净的海绵上面刷上金色的亮片 这个不需要用卫生纸洗 然后把金色的亮片拍在白色的前端 再补第二层金色 保留一点进层的感觉 最后一只的造型我们只要单纯刷金色就好了 这种浅色的亮片不容易被看出来刷得好不好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刷整面没关系 我们的造型虽然还没有做完 但是现在要提前先刷一点Top 多刷一层Top的好处是 除了让指甲更坚固以外 指甲也会看起来更饱满一些 会有一点点凝胶的效果 这层Top我们不用从头刷到尾 大概在假面3分之3的高度就可以了 这样刷完之后 假面比较会有弧度的效果 那我们上层取的量一定要够多 而且铺上假面之后手法要很轻很轻 以免把我们刚刚做的造型弄坏 一样的 这个步骤做完之后 也要用吹风机冷热交替的吹一下 让它干得更快 确定指甲油表面都干了之后 我们再把饰品贴上去 最后刷上大量的Top 保护造型 最后一层上完 我们一样用吹风机冷热交替吹一下 等到指甲油干了之后 我们再把刚刚不小心涂出去的部分擦干净 这样做完双手下来 其实花的时间跟做拧胶差不多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是在等指甲油干而已 不过我觉得这个挑战算是成功 这是我有史以来 第一次用指甲油好好做出个造型的 还蛮有趣的其实 只是你问我要不要再挑战一次 我一定跟你说我不要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或是到我的粉丝团按赞追踪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